吉安湘东里一街篮球场最近遭到民众散事破坏电箱 更改照明的时间点亮球场彻夜打球 造成了当地住户严重困扰 警方接获公所通报之后 也积极调阅路口监视器追砌涉案办嫌 而至于破坏公务行为 以及涉及刑法第138条可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吉安湘东里一街篮球场是社区运动热门场域 但周边住宅大楼林立 固定在晚上9点就会熄灯 没想到近期却有民众甚至破坏电箱 更改时间点亮球场彻夜打球 严办可能是这样子去搬开 然后伸手进去调定时期的时间 因为从这边看到定时期在那里 这个已经是很久以来的常态性 那因为最近刚好关掉总开关的人不在花蓮 所以变成他们可能就更嚣张 12点多了还是再继续打 吉安湘长游淑珍在日前也会同吉安湘代会主席求美云 吉安分局分局长吴诗翰 人里村长范国昌 东昌村长魏景天等人到场会看 欲请爱好运动的民众能够遵守全民公约 恳请所有运动的好朋友们 不要以身事法来做破坏公务的 这样的不对的动作跟妨碍 邻里的社区居住的安全 所以吉安湘公所这一次要示出了非常强烈的 告诉我们运动的好朋友们 9点之后关闭了电灯 也就请大家还给居民一个安居的好环境 那目前我们也已经调阅乡附近的监视器 正在积极的追砌涉案的犯险盗案 那破坏公务呢会涉刑刑法138条 就是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为了避免再有破坏公务及扰民的情况发生 吉安分局将指派援警加强深夜临近巡逻 并针对逗留民众进行劝离 而公所也邀请民众共同监管自我家园 随时通报解决问题 记者徐立琴今天相报道